苏振元在电话中说道 嗯 现在东海宫的人炸了 他们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据说这次他们会派出练七八层的高手去对付你 你自己可得小心一些才是啊 我知道 多谢苏道友 谢什么呀 你能够活着才是好事 要多多保重啊 王小飞知道 苏振元他们是真的不想自己出事 对于他打来电话告诉东海宫的事情 还是领情的 王道友 东海宫并不是一个小派 既然他们有了击杀你的想法 这次就会准备了 你得小心一些 我们也帮不上你什么 说这话时 苏振元心中也在猜测着 王小飞能不能过得了这一关的事情 只要不是练七八层之上的人 我倒也还是能够挡得住的 这事你放心 他们派出练七八层的人对付你 就已是过了 我们会顶住他们 不可能允许练七八层之上的人来对付你 非常感谢了 对了 王道友 大后天在昆仑山有一个灵草交易会 你是否来参加 有灵草交易会了 王小飞的双眼就是一亮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对于自己来说就是一个天大的好事了 嗯 这里的灵草交易会可不同于一般 灵草都是难得的一些灵草 如果运气好 碰上了自己最需要的灵草的话 那就对于自己的修真有着提升的作用了 去啊 只是我不知道怎么样进入 听说参加的地点一直都不显露于人前 嗯 这事是在昆仑派的一个小世界里面进行 一般人根本就不可能看得到 那我怎么样进入呢 你到了昆仑山之后 打我的电话 我会安排人给你一张请柬 说好了这事之后 王小飞挂了电话 灵草 王小飞也发现不少 可是真正她可以用来大幅提升修为的灵草 却是没有看到 现在这个灵草交易会很明显 是规格很高 王小飞当然想弄一点好的东西回来 王小飞虽然有了武器 却也心中明白 只有修为提高了才有自保之力 再说了 王小飞得到的传承中 就有着一些威力更大的东西 需要修为提升才能够制造出来 现在王小飞是急于提升自己 以便于把自己的那些传承手段使出来 灵草就是王小飞急于得到的东西 如果运气好 得到了大量的灵草的话 王小飞还是能够把自己的修为提升起来的 打完了电话 王小飞跟刘家姐妹交代了几句之后 就向着城里赶去 当然了 路上她更是打了一个电话给颜瑞琴 让她尽可能地打一些钱给自己 最近颜瑞琴的生意是真的很火爆 一下子就销售到了全球 到了国外更是用高价出售 就算是这样也供不应求 这次王小飞并没有到中阳省 而是直接找到了邓义 请她用直升机把自己送到了临省的这个机场 邓义的能耐还真是很大 直升机直接就开到了机场里面 当王小飞到达时 一个工作人员早已把买好的机票 送到了王小飞的手中 有熟人真是方便哪 拿着机票 王小飞等了两个小时之后 就坐上了飞往青省的飞机 这次是从青省这里上山 有很长一段路是要靠行走 王小飞到了青省之后 就到街道之上补充了一些物品 然后就开着一辆 从戒指里面拿出来的越野车就上路了 按照苏振元指示的路线 王小飞的车子穿行在这人际很少的路上 一路行来 王小飞还真是少有看到车辆和行人 越行越是荒芜 只有练气十层之上的人才能够预见飞行 王小飞还没有达到这修为 只能是奔行 不过在这样的路上开车时 那速度就完全可以提起来了 王小飞有着强大的神识 倒也不担心开快了有什么问题 一路之上人际很少 王小飞也一边开车 一边看着四周的情况 这里显得很是荒凉 积木远望时 并没有看到有灵气的波动 这事让王小飞非常的疑惑 昆仑山可不是一般的地方 在华夏是一个修真的圣地式的境界 按理说这里应该有着灵脉才是 可是一路行来 王小飞根本就没有发现灵脉的存在 更是没有感受到任何一点灵气波动 难道说是用了大型的阵法 把所有的灵脉锁在了某处 只有这样才会造成这里没有灵脉的情况 越想就越是感觉到很有可能是这样一回事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昆仑山里面可就真是一个宝地了 里面的灵脉气肯定不是外界可比的了 王小飞心想 自己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灵草 估计也是没找对地方 必须到灵气充沛之地才能够找到 正在王小飞开着车子的时候 突然王小飞的心灵中传了一种心悸的感觉 这样的感觉随着行径是越来越强烈了 不好 就在这时 王小飞也顾不得车子 蒸气运转中 王小飞从那车子里面就是冲天而起 用强大的蒸气把车顶撞飞 然后他已是冲了出来 更是在那空中展开一种身法之后 远远地落到了地上 到了地上之后 王小飞的手中一枚防御符寄出 已是把自己护在了里面 这时身后已是传来一声巨大的轰鸣 转头看去时 王小飞看到的是自己的那辆越野车 已被一炮轰得瓦解了 向着那车子看去 王小飞的心中仍然有着极度的震惊 在这样的地方竟然有人埋伏着要干掉自己 难道是东海宫 王小飞的目光就向着前方看了过去 还没等王小飞喘口气时 更加浓郁的危机感涌上心头 王小飞再次闪身 已是到了另一个地方 这次完全就是连续不断的昏鸣传来 王小飞刚才所在的地方被打出了一个个的深坑 火箭筒 王小飞一直都是用火箭筒灭杀高手 没想到 在这里却是碰上了用火箭筒截杀他的人 还别说 用火箭筒来暗杀自己 还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攻击手段 没有时间多想了 王小飞一个隐符祭出之后 身形飞闪 然后就到了一个大石之后 这时王小飞已是把六摇阵布了出来 置身于这个阵法之后 王小飞才算是虚了一口气 整个的过程如行云流水一般 王小飞先用隐符隐藏 然后移开一段才布了阵法 偷袭的人在这很短的时间里面 已是失去了王小飞的身影 刚才的一阵 要不是自己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 估计已是被人干掉了 这次对自己的截杀 看上去并不是多高修为的人 不过就算是修为不高 采用火箭筒来杀自己 也是非常厉害了 就在这时 王小飞又吃惊地发现 一道道的火焰喷射了出来 差不多是把每一个地方 都进行着覆盖性的燃烧 火焰喷射器 王小飞的心中震惊了 采用这样的手段就说明了 对方把自己的情况也是摸清楚了 这是要把自己逼着现行出来 就算是自己不出来 阵法所在的地方也必须是要被他们找到了 王小飞知道这里已是无法久留了 虽然阵法可以挡住对方的火焰 却也容易把自己的存身之处暴露出来 到底是谁在截杀自己呢 想到这里 王小飞收起了阵法 趁着饮服还没有失效 就向着左侧迂回了一下 然后朝着那埋伏之人的地方 就扑了过去 十个人 神石扫过 王小飞就发现了这里埋藏的是十个人 再一看时 其中一人已是显露到了王小飞的眼前 一眼看去 王小飞看到的是对方仅只有炼器二层的修为 没有质疑 王小飞掏出一个火箭筒 朝着这人就是一弹打去 哄的一声之后 这个炼器二层的人已是被王小飞干掉 看前男子在家19 даже 帮小飞